哈喽大家好,我是斩军白 今天汉军的广播剧也上了,你有听吗? 斩司长还是我自己去配的音 因为第一次去,其实是第一次录这种广播剧吧,其实蛮紧张的 真的压力也很大 然后一直在向他们学习吧 希望你们听了还可以继续喜欢,继续支持我 然后这个剧我从头到尾都是一直追下来的 而且都没有倍速看,都是元素在看 也买了超线点播 我也在等着今天晚上超线点播就大结局了 所以我也一直在等这个最后的大结局 然后今天晚上超点的大结局会非常精彩 我也是也是我最期待的一部分 因为就是最后了吧 斩司长要开始 要开始大杀四方了 所以特别期待今天晚上的戏份 希望你们也抽空一定要去看 然后再聊点角色吧 聊点那个斩军白的一些心路历程 其实我在微博上有写那个小作文 然后今天晚上还会发一篇 就是最后一篇 会讲到一些就是我演这个角色的一些就是 嗯 遇到的一些事吧 还有就是一些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 嗯 具体的嗯 我先想想吧 我先 我想到哪说哪啊 这样吧 因为还没有大结局 所以我还是留个悬念 因为说太多 我怕那个剧透 然后最后影响大家的观影体验啊 先今天晚上大家去看了 看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讨论一下 关于这个角色背后的一些事 然后其实在微博上 嗯 我也看了很多大家写的一些关于斩军白 包括玉堂春啊 什么的 你们的一些看法 包括 玉堂春对于斩军白 啊 意味着什么呀 他是怎么想的呀 我觉得 大家写的都挺好的 我可 我自己看的都特别的觉得有意思 嗯 然后反正最近追剧都很上头 包括 我妈 我妈 我妈也在追剧 然后每天晚上跟我说 她说 微博上逛超话呀 然后在那个话题里去翻评论呢 翻的都特别上头 然后接下来的话 有机会我肯定还会去给自己配音 包括接触广播剧啊 如果就是有合适的角色找到我啊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就是 配音这这这这这方面能够继续去做 嗯 然后继续精进吧 希望你们能够 喜欢啊 我会 呃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多多向老老老老老老学们学习 多向老师们请教 然后 尽量把自己的声音速 вод能力提高一点 下面热烈欢迎我们的 欲老板 欲老板 electronically Thompson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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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老板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全佩伦 在恨君不思江楼月中饰演的是于唐春 非常感谢大家对恨君不思江楼月的喜爱以及支持 然后并且对我们剧中角色每一个人物的喜爱 还有对于唐春的喜爱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于老板你在哪 于老板我找不到你 于老板你发语音行不行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你的这个声音为什么和你本人这么不像啊 这个语音是不是有一种那个滤镜 语音滤镜的感觉 还是最近芝麻糊吃多了 嗓音有点变化 展司长 芝麻糊倒没吃多 就是可能螃蟹吃的有点多 然后受了寒 就是嗓子可能有点不舒服 你觉得呢 在这部戏里边 其实在天园里边的那把团扇 是我自己画的 我们一定会有再次合作的机会的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 当然如果互换角色的话 那简直就太好了 怎么着 你是想囚禁我吗 毕竟我们如此的甜 是一部爵士大甜剧嘛 是吧 展司长 你觉得呢 佑老板 我这有个问题啊 想问一下你 就是当时拍那个吃蟹的时候 那场戏 那个蟹 那蟹好吃吗 其实我一直想吃来着 因为我觉得这个道具太高大上了 我一直盯着都想吃 我看你吃的 吃的挺开心的 那不是必须的吗 你给我包的 能不好吃吗 是不是啊 展司长 好吃好吃 好吃极了 那必须的 你要说不好吃的话 对吧 那我跟道具 我跟道具组已经商量好了 我说那个 这个我 这个道具吧 我就自费 就买个什么 一二百斤啊 反正背着 不够 咱们就接着拍 管购 你的这句话 当时在拍 就是我要送你芝麻酥那场的时候 我也同样跟道具说过 那个芝麻酥一定要买多 管购 如果不够的话 我也自掏腰包 买一车芝麻酥一起给你 然后我这边 我家里这个芝麻糊也差不多吃完了 就我把地址发你 到时候给我寄点啊 我就不每天不吃点芝麻 确实浑身不舒服 懂吗 对对对对 你那个那个胡子长出来了吗 你要勤刮 知道吗 不然对吧 郁老板的这个形象 很重要 你一定要 就是 记得每天早上起来 记得刮胡子 别人 别让别人操心 对吧 你看我 太操心了 还得还得想着 替你维护你的形象 这多累啊 是不是 你说维护形象吧 真的是很走心 但是你也不能把我绑起来啊 绑起来刮胡子 这么不逮劲 有的时候时间长了 还容易抽筋 是不是啊 多损啊 多损啊 我那是为你好 你对不对 你要知道你的处境 我不要不照着你 对不对 你出去分分钟 可能就被端了 分分钟就不知道 就被谁 对吧 你看展军长 我二叔 包括秋明 他恨死你了 对吧 我要不护着你 可能你 对吧 你谢都没得吃 你可能 就不知道了 展司长 我们是不是应该 给咱们 追剧的小伙伴 一个福利啊 要不我们想一想 然后一起 到时候发出来 给大家当作福利 当然没问题啊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我们共唱一首 霸王别姬 你看怎么样 然后 你唱霸王 我唱鱼姬 然后我和展司长 我们线下 好好想一想 给大家什么样的福利 然后到时候 会第一时间 发到微博上面 告诉大家 给大家看到 对的 对的对的 玩笑 归玩笑啊 但是我和郁老板 会 我们商量一下 给大家 发点福利 也特别感谢 大家对我们的关注 然后对我们的喜欢 希望你们 会 能够一直 关注我们 关注 佩伦 然后关注我 然后我今天 今天晚上超点大结局嘛 希望大家都能去关注 然后感谢你们 一直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会继续加油 希望 大家都 开开心心 是的是的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恨君不死江楼月 以及支持我 还有余成哥 还有我们 戏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角色 今天晚上是超前零 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然后多多关注 我们恨君不死江楼月 今天跟大家聊得很开心 虽然时间很短暂 但是聊得很开心 我就先下了 然后余老板 再陪你们聊一聊 一定要多支持我们 恨君不死江楼月 还包括江月楼和陈玉芝 大家都一定要多关注 支持我们 加油 葱呀 拜拜 对了对了对了 刚才忘了说了 还有我们的楚然小姐姐 一定要大家多支持她 楚然小姐姐 很不容易 特别不容易 你们都懂的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楚然小姐姐 打赏后来 谢谢大家